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有位小伙伴要我介绍一下天佛罗专卖店 拖了很久了,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就介绍了这一家 TendoTenya 这家属于日本经济实惠的天佛罗连锁专卖店 价格非常的平民 这个是外卖区域 这里是外卖等待区域 这家能使用现金、交通卡、日本的手机电子钱包 还有各种信用卡付款 这里是提供大麦茶的,需要自己到 桌子底下有放包的地方,但是空间很小 疫情期间客人要保持距离 所以不是所有座位都能坐 这家店500日元,32人民币就能吃到一顿美味的天佛罗盖礁饭 是不是很便宜 还有很多种盖礁饭和套餐 价格在500到1000日币左右 这些是单点的天佛罗 这里点餐要注意一下 比如这个500日元包含盖礁饭和味噌汤 如果加上小份荞麦面或乌冬面就是750日币 还可以选择热的还是冷的 加一份荞麦面或乌冬面就是850日币 米饭的量特大碗加150日币 大碗加80日币,小碗减50日币 酱汁的量,要多要少都可以和服务员说 今天我点的是这个 字面上翻译为全明星天佛罗盖礁饭 3.5.2 米饭 扇贝,可能是拍摄时间有点长了 外衣不脆了,但是口感很嫩 本来就有点微甜的感觉 配上微甜的酱汁味道不错 鲑鱼肉是紧实 就是肉有点薄了 加一点天芙罗酱试试看 鱿鱼外衣也不脆了 但是天芙罗酱是酸甜味道的 配着一点味道都没有的鱿鱼来吃 瞬间味道好多了 毕竟是天芙罗 吃多了嘴里还是有点油腻腻的 来点酱瓜去去油 酱瓜咸味的 不过很爽口 五龙和青豆就是蔬菜的本味 有点微甜 最后一个就是虾了 淋上天芙罗酱汁的味道 还是很不错的 总结一下 在家店的天芙罗味道还是不错的 而且便宜 旅游或者自由行的话 午饭可以吃一下 晚饭吃的好一点 如果你喜欢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留言 开启小铃铛 那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